欢迎回来这里是红星周报的最后一个环节 我是李渔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第二位嘉宾 是中国高校联合会的会长张金秋 张会长您好 刚才我们已经谈论了 就是关于中国高校联合会的一些基本情况 您感觉刚才我们也谈论了 关于自主创业 您感觉于说在美国跟中国相比 各自的优势在哪里 各自优势都各有优势 不能说谁好谁坏 我想回国创业毕竟是每人都想做的 是自己的家乡 回去就说有这种 地利这方面的优势 同时有回报祖国这种愿望 我想也有很多的人确实是回去了 那么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比如说我认识的朋友 那么就是说两年前回国进行创业 那么现在的发展也非常不错 在美国也有美国的这样的优势 那么美国毕竟是高科技 如期在硅谷这个地方 是高科技集中的地方 那么有这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这种高科技的优势 顶尖的优势 信息比较发达 我想根据个人的情况不同 来进行自己的选择 我想那是最好 那各自的中美现在各自的创业 劣势分别都在哪 劣势呢 我想首先是有很多人回国创业 但是呢也不是人人都能成功 是 那么据我所知呢 大多数人呢 也没有成功 还在奋斗 还在拼搏 那么 说是跟美国来讲的话 有这种地利的这种优势 但是相对来讲 如果长期不回国的话 我想这个还是有一些隔阂 那么去回国以后呢 如果很匆忙的话呢 未必呢 就是说能取得理想的这个效果 在这边呢 创业呢 我想也有一些 也是根据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我呢 对这方面呢 就是说 因为我们高校联合会呢 有这方面的支持 但不是就是说 投入全入的 effort来做这个事情 我们就我们所了解的话呢 在这方面有一部分人 创业也有成功的 也有呢 就是说还在不但摸索的 都有 您感觉您总结 就是您刚才也讲了 有成功的势力 那要具备这种自主创业能够成功 那他们自身要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自身的话呢 也是跟你个人情况不一样 我想最大的 首先要一定的 就是说市场的头脑 然后这是最主要的 同时呢 还有一个 独特的 或者说 自己有一套看家的本领 比较跟与众不同的 idea 想法 这样的话呢 才就是说 有这样的机会和机遇 来进行发展 就目前来说 这个大 整个大环境来说 包括美国 现在整个的经济形势 中国的经济形势 包括世界的经济形势来讲 那作为我们这些校友来讲 他们现在如何选择何去何从 您怎么看 我想还是有事根据个人的情况 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发展 有自己不同的选择 有的人非常喜欢在这边生活 在这边就说有一份安逸的工作 同时呢 有些人呢 就是说需要在基础上呢 有进一步的发展 我想还是根据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有不同的选择 同时呢 要如果个人的创业呢 还是 我想还是取决于 未来的市场的需求和发展 其实还是要看 这个大环境呢 其实 很多人讲未来的趋势 是中国的经济 会是一个巨大的腾飞 应该说更多的可能正面的一些思想 可能都会往中国方向倾斜 这个可以这么说 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发展的国家 那么很多技术 或者说很多还没有 就是说跟世界还有 就是说还有一定距离 还有发展的空间 有发展的空间 那我们高校联合会会 做什么样的就是一些活动来帮助他们呢 我们高校联合会呢 因为毕竟是一个 这么多高校 三十多高校联合的一个会 有这样一个丰富的一个资源 我想呢 就是说我们在这方面呢 要通过各种讲座 通过向校友们发布各种信息 来帮助校友呢 做好的 就是说如果他创业呢 给他提供更多的帮助 那接下来一年 还有什么活动 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接下来一年呢 因为我们高校联合会呢 一般来讲呢 就是说下一年呢 等于说是换届 我们可能是在新的一届的 校友会的这个 新的会长 会长的领导下 应该是轰轰烈烈烈的 是而且跟每届会长的这个心血都分不开了 都是大家都是心情建立起来的 对 如果大家想加入这个组织是可以吗 欢迎吗 那非常欢迎 首先呢我们这是一个联谊会 他首先呢要加入呢自己本校的校友会 是 那他自动呢他就可以就说 他如果这个校友会呢是我们高校联合会的成员 那么自动的那这个是我们高校联合会的那如何如何加入网站 可不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有自己的网站 网站的话大家可以记好是www.ucaa.org 如果大家想加入的话请千万不要浪费时间 抓紧时间要加入我们这个高校联合会 那有非常多的活动等等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欢迎大家关心我们这个高校联合会 也非常感谢张会长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 好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再见 好下周同一时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